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 简单又方便的香酥鸡柳的做法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点关注收藏哦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很多孩子都喜欢吃炸鸡柳 那我们在家如何快速地制作出 香酥又美味的炸鸡柳呢?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 我们先用两到三块的鸡脯肉 把它改刀成薄厚均匀的大片 然后切成这种粗细均匀的长条 切好的鸡柳装入一个大盆中开始腌制 加入适量的葱段和生姜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花椒和适量的盐 加入一点点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和料酒去腥 再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适量的五香粉和鸡精 接下来我们把食材先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淀粉 打入一个鸡蛋 我们再次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把食材揉至顺滑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白芝麻 加入白芝麻可以使鸡柳炸出来以后更加的鲜香 我们把食材充分的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在一个盘子中倒入一些面包糠 面包糠用白色黄色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鸡柳逐个放入面包糠中 让它均匀的裹上面包糠 然后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大的盘子中 依次把它平铺整齐 把所有的鸡柳操作完就可以放入冰箱冷冻 动制定型后我们可以按分量存放 这样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下锅炸制 炸制鸡柳的时候油温四成热 我们用沁炸的方式 油温太高的话会让鸡柳表皮的面包糠焦糊 而里面的鸡肉不容易成熟 我们把鸡柳炸至表皮金黄定型 然后捞出控油 待油温升高我们再给它进行复炸一次 这样可以使鸡柳炸出来以后更加的酥脆 复炸的时间不用太长 15秒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控油 这样做出来的鸡柳表皮金黄酥脆 里面的肉质也非常的鲜嫩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方便 在平时控钱的时候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 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存放 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加工一下 也非常的方便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哟 我是叶子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做法 记得点关注收藏或者是转发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